台北捷运南港展览馆站出现随机泼洒不明液体的男子 4号下午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臭酸液体装在宝特瓶里 跑到月台朝映名女模特儿泼洒 接着又在5号出口泼洒另外一名妇人 警方调用了监视器发现男子又搭捷运逃跑 从东湖站出站 已经锁定特定对象追查 穿着蓝色脸帽上衣 男子从手扶梯一路尾随前面的妙龄女子 趁着要上车之前 男子举起手拿宝特瓶朝女子乱泼乱撒 紧接着转头就走 女子愣在原地惊慌失措 接着闻到一股臭酸味 衣服被迫到全尸 就连靴子上都沾满不明液体 女子吓坏了 警方追查发现随机犯案至少有两名女子被害 凉凉冰冰的东西好像碰到我身上 然后因为它的味道是那种很酸的臭酸味 因为看监视器画面它的动作是非常大 然后是非常故意的状态 4号下午1点24分 男子在月台上朝女子乱泼臭水 转头没离多远 在捷运5号出口 他又找到另外一名妇人 继续泼臭酸的液体 妇人的牛仔裤还有小腿被泼到 赶快用酒精擦拭之后就到派出所报案 随机连续乱泼臭水 恶心的男子让搭捷运的旅客 人心惶惶 很恶心啊 但是真的觉得蛮可怕 在刚刚场所 遇到这种事情会可能 有点不太敢自己出来 觉得可能要更提高警觉性这样子 还敢搭吗 可能 还是得搭 大众捷运工具居然有嫌犯 连续用臭水泼洒攻击 女子发文提醒大家要小心 警方一面鉴定泼洒的议题到底是什么 也掉月监视器全面追气 记者刘慈周松林台北报导 哦